大家好 欢迎大家再次来到陈老师大学教育规划系列讲座 今天的讲座呢 是我们面对大众的 主要是讲2021年UC大学教育规划师协会会议的一个主要的要点 希望对所有的同学和家长都能有所帮助 关于为什么要申请UC 相信来参加这个会议的同学和家长都是心中有数的 光看一下这个大学的排名就知道 我们身在加州也是深游体会 加州是很多大学肯定很多同学肯定要申请的 那么我们今天的主要内容提要是什么呢 包括了UC的最新录取数据 还有UC的招生标准和变化 还有UC的专业是如何选择的 以及有什么新专业 像刚才有个同学提出的就是想去了解一下 UC各个校园最近有些新的专业 有些什么新的专业 然后我们会讲一下UC申请的规划审核和文书 最后是UC申请资源的大放送 所以秉承陈老师讲座的一贯风格 我是直接讲实战 我不会绕圈子 希望这个讲座真正能够实实在在的帮助到大家 首先我们来讲一下UC的最新录取数据 表格都在这儿了 大家可以看一下 重点是看什么呢 去年其实是变化很大的一年 因为取消了标画 那么这个就一下子增加了很多的申请者 所以说呢是创造了新的记录 那么这里有些具体的数据 具体每一个校园他收到了多少申请者 然后他的就是2021年的录取几率是多少 比如说像这都是很明确的写在这儿 UC Berkeley有多少申请人 然后录取率14.5% 然后呢他是GPA的范围 就相当于你可以衡量一下自己在哪个档次 自己现在的GPA大概适合哪个校园 所以说呢这个GPA的成绩在这儿 还有校园有多大 然后他就是unique major and program 就是每个校园他的特色专业 在这里也列出来了 注意这个特色专业呢 他不是新专业 这是一些特色专业 但这些特色专业呢 每个校园都不同 所以说呢大家也可以把这一个也截屏下来 这是非常重要 也很实在的数据 下面的这些就是他位置在哪里啊 还有他的吉祥物是什么 我们就可以略过去了 再下面很重要的一点就是 UC的申请到底是看什么 然后今年因为没有标画之后 他的这个录取的标准是不是有了变化 那他到底跟一般的那些比较selective 我们说就是非常竞争力很强的那些顶尖的名校 他的录取过程有什么不同 在这个slide里他就有一个总体的说明 我其实是把UC会当中的一些slide进行了分析和综合 然后重新排序再加上我的理解 事实上我认为这是我们第二语言的学习者 学习另外一种文化或者技能的最佳方式 你经过就是真正懂行的人 他的理解再再再讲述出来的话 那你可以理解的会更快一些 比如说UC他到底怎么申请的呢 你看他第一slide他讲到 他是每个校园都是不一样的 的确每个校园他有甚至是审核方法都有不同 而且他每年都有不同 那去年又是变化最大的一年 而且有很多不同的因素都影响到这个结果 然后呢每个校园他是independent review 就是他是独立的 很多同学就是疑问 我只收到这个校园的录取 没收到那个校园的录取 那是不是说他们互相通缉的 我们有同学是UCLAUCBerkeley的通知都收到了 所以说呢他每个校园 他是独立来看申请者的 他不是说所以会有同学收到多个UC的录取 那么我们经常说到UC录取的13个主要的这个因素 不知道大家是不是都了解 因为有些家长是比较了解的 但是也有些家长可能头一次听说 那UC他明确明确讲到的他的13个comprehensive review 就是他综合审核的标准是什么呢 一个是GPA还有课程难度和数量 以及荣誉和大学课程的数数数数 还有年级排名 还有12年级课程难度 学校的学术背景 还有你有没有突出的学术表现 还有某一项学术成就以及是否有极大的学术进步 还有某一项出色的活动 或者在学校做出巨大的贡献或者成就 或者你有克服困难的那种经历和成就 而且还有你学校所在地的所在地和环境 所以这13项因素他都有可能影响 实际上他跟我们就是说最主要的13因素 他通过什么来反映出来的 他具体怎么来看的 一个肯定是看你的GPA和course selection 你课程选择的这个难度 是吧 还有你最终的GPA因为标话没有 那就从成绩这样就看这个了 是吧 然后还有你就是说 你的personal school contest 如果这个学校 有的学校他只有两门AP课 那你这两门AP课你都take了 跟你学校二三十门AP课 你就take两门课 那你们虽然都是两门AP课 那肯定就是说你并没有充分利用你身边的资源 或者尽到最大的努力 所以他是把你放在你的这个学校和具体的环境里来考量的 然后他的personal insight question 就是文术部分了 还有activative words 所以还有你是不是有什么special talent 还有你生活中有什么巨大的变化 还有有没有什么特殊的情形发生 所以这些呢 都是在你的申请中所能够体现出来的 那么这些问题 其实在其他大学的审核当中 同样会会有体现 那么UC的审核过程 跟其他大学的审核录取过程 具体有什么不一样呢 他就是最后这一块了 他说 implicit bias training 这个到底有没有偏见什么的 这个是不好衡量的 但是UC是比较注重政治正确的 然后呢这边呢是第二个是no committees 这个很重要 因为我们知道很多其他这个顶尖学校的录取 它是有一个委员会 先是你负责你这个地区的招生官 把你的挑出来 然后他会相当于你的律师一样 在committee中来代表你呈现 你是什么样的人 然后在大家的讨论 UC他是没有办法这么讨论的 这么多这个申请者 所以他是没有这个committee 都是independent reads 他是由这些老师呢 独立来来来来审核 但是他会有一些评论 有一些就是有一些总结列出来的 其实如果是这个审核的人员 大家意见一致呢 其实也就是录取结果也就自然就出来 他有自己的审核机制 然后他不需要推荐信 有个家长问我说 我们孩子就是说 如果是Berkeley给我们要求写推荐信 是不是说有意录取我们啊 实际上不是的 如果是说你特别好 Berkeley马上打算录取你了 那他就录取你了 如果他马上要把你拒掉 那也就拒掉了 那种要推荐信 他就是first investigation 他需要更多资料来证明的 他可能就是在可录不可录之间 这时候那个推荐信就很重要了 但是除了这种特殊情形之外 一般的UC他是不要推荐信的 所以没有老师的推荐信 那什么最重要 那其实你的essay就非常非常重要了 再就是说他也不是所有的UC 教生官对你的这个下去内的学校 学生这个环境都很了解的 因为有些UC校园 他是从外面请的人来读的 像我以前一个同事家好朋友 他就每年都去UC去当这个小事工 就是帮着review这个 所以说呢 你不能你在写文章或者填写申请的时候 你不能assume这个教生官对你这个地方很了解 所以你该说的该表示清楚的 你还是要写清楚的 再就是他是need blind 什么叫need blind呢 就是涉及到奖学金的问题了 实际上UC他是need blind 那有很多其他的大学 他也是need blind 反正是need blind什么意思 他是跟need aware相对应的 need blind就是你如果申请奖学金的话 并不会影响到你的录取 那很多家长我们不敢申请奖学金 生怕影响到孩子的录取 觉得只要孩子能录取了 打锅卖铁也送他去上 但是呢有一个学校他是need aware 那时候你可能会衡量一下 如果这不是你的最想去的学校的话 那你申请 那你特别特别想去的 给不给钱你都愿去的 就相当于那种异地的情形了 那你他即使你的aware 你也就是说要申请他 也就是你不要他的奖学金 你也愿意去对吧 但need blind的话 你生不成奖学金不会影响你的录取 所以该申就申 尤其是UC 他其实是有很多的奖学金 助学金 而且有一些资源 我们可能在10月1号以后 单独做讲座来讲 就是怎么样申请 奖助学金的问题 然后再就是institutional priority 这什么意思 就是说 回到这个你来看 就是说 这个大学 他今年有多少人申请 然后呢 他的这个 他到底能够录取多少人 是有关系的 比如说UC Santa Cruz 有的时候大家觉得 这个学校可能是排名比较考后 是不是特别好申请 但是如果大家都这么想的话 那等于申请他的人就特别多 如果申请他的人特别多的话 那他可能反而就是说 标准也提高 要求也更高了 是吧 因为他的容纳量是有限的 所以说呢 为什么说每年都会变化 因为你不知道明年 有多少人会申请 然后呢 也就是说 每个学校都都在扩招 都在建训着宿舍楼啊 什么之类的 然后最后说 selection can be influenced by the major or school or college 也就是说 你的专业的选择 和学校学院的选择 可能会影响到你的录取 哇 那专业很重要吗 那对于这种专业的选择 我们如何理解呢 我们就放到这里来 其实我对这个专业这一块 我还是挺有感触的 所以这个机会呢 顺便就跟大家一起交流一下 很多同学 其实不是特别的 这个明确 自己到底该学什么专业 那么这种人 是不是很正常呢 很正常 因为他说20%的 UC的申请者 他是按照 undecided来申请的 那这个nationally 就是全国范围内来看 有50%的学生 他是apply and declare 他也是按照 就是不定专业来申请的 那么而且有80%的学生 change their major at least once 他至少是换过一次major 就在这儿可以讲 一个笑话很好玩 我以前在学校 我是专门负责接待大学招生官 到我们是要去参观的 那么有一个招生官呢 他四年换了四个专业 他竟然能在四年顺利毕业了 当然他是就是说 还是比较强 比较好的一个学生 但是他就是不确定 自己是学啥什么专业好 最后等他毕业的时候 他到底做什么工作呢 他发现最适合他的工作 哈哈哈哈 就是做学校的招生官 因为他对学校的所有的专业 都非常了解了 那么对我们的同学 他不确定自己的专业 是为什么会造成这种情形呢 一种是他确实不确定自己的 自己的兴趣 因为他真不知道是如何选择的 那他为什么不知道呢 是因为他从来没有深入的了解过自己 也没有深入的了解过任何的就是专业方向 这可能是我们一个就是课外活动 或者教育或者家长教育 家庭教育或者这个整个这个阅读 这方面的一个缺失 实际上呢 学生在此之前呢 应该有很多的机会 可以有很多的方式 可以来了解就是相关的专业和职业 那也有些学生呢 他其实非常balanced well balanced学生 他对几个方向都很感兴趣 然后呢他还不能就是说这个也想学 那个也想学 那还有一种学生呢 他其实是有一种投机心理 他不定专业的原因 他是希望曲线救国 他可能最想去的是那个 就是他觉得很热门的专业 他想我是不是宣选一个不热门的专业 那以后的话 再转行不行 甚至在国内 我知道有些中介 他也会选一些好学校 然后呢给学生选一个就是说 社会学或者什么其他不同 这个特别不冷门的专业 然后推荐他 你先去升了进了名校就可以 那去年就有一个同学 他是申请到了 那个国内的中介 帮他申请到了东北大学 然后是社会学专业 他其实还不错了 申请进去了 结果去年是疫情 那是远程上课 他没有在就是国外上过高中 所以他不了解国外这种选课啊 交流啊 还有teamwork这种程序 他都不知道 然后他就特别不适应这个课程 而且他根本对社会学一点都不感兴趣 当时只是为了能上个好点的学校 他申请了这个这个学校 结果后来就造成了他一年过来2.0的GPA 这样子的话 学校就就就就让他转学了 让他就是劝退了 所以说呢 这个就很糟糕 我觉得在美国呢 他有足够的时间和机会 让你选择学校和专业哈 我们这个没有必要 就是选择自己特别不喜欢的这种曲线救国 那么这种曲线救国 什么情况下可能有 什么情况下没有用呢 我们先想想哈 那个怎么确定自己的专业 一个是 我觉得对于这种情形呢 一个是我们要早规划 早了解 通过做性格职业能力倾向测试啊 然后研究不同的专业啊 还有听别人不同的讲座啊 各种各种各样专家讲座 而且可以比较不同的人生 不同的职业方向 还可以就是说有下校啊 或者说你读名人传记 或者通过跟过来人 行业专家等等谈话 甚至从家长朋友那等等那 可以了解更多的不同的职业啊 他的收入啊 他的那个需要的技能啊 以及他整个的生活情况 对工作的满意程度等等啊 其实都应该早点规划 早点了解 再一个呢 你还可以选择一些 Open Curriculum的学校 有至少有45个plus的 而且越来越多的学校 他会有一些 这个就是Open Curriculum的课程 或者专业或者是方向 比如最有名的 Brown University 是吧 还有就是我们UC的那个 UC的Creative Studies UCSB的那个 其实也有这个意思的 所以说呢 你这个不是确定 自己的专业方向 其实也不是特别大的问题 但是呢 你要采取相应的策略 而且你要查清好 学校的转专业的政策 还有他双修专业的政策等等 要不然你这个 进了一个 你不是非常喜欢的专业 最后发现 想转到你喜欢的专业 非常非常难 你只能就 你就Stuck在 你不喜欢的专业呢 那也就很糟糕了 是吧 而且呢 你如果要想转校 或者转专业的话 通常来说呢 是在本院 本学院之内转 是相对比较方便的 你要跳到 跳出你这个学院 转到就是学校的 其他的学院 相对来说 难度就要大一些 但是不同学校的政策 是不一样 最基本的是 你要早修 多修一些基础课 必修课 这样子的话 你才为后面 就是open your door for more choice 那你可以给 有更多的这个选择 而且不至于耽误 你这个毕业的时间 说到这儿 你们知道就是UC四年毕业率是多少吗 好像是百分之七十几 所以说呢 你是四年不能准时毕业 也是非常正常的 但是有一些私校 特别是月顶间的私校 他四年准时毕业的几率就越大 所以有时候我们觉得 在家门口上学 这个可能会省钱 但如果你选不上该选的课 最后可能你比在外州去上私校 花的时间可能还更多呢 这个可能就讲的多了一点 但是我们出来看 有一些学校 有一些校园 他是admit directly into individual majors 比如说UC Irvine 然后呢 有一些校园 他是给你一个第二支援选择的 但也有些校园是没有的 待会我们也会具体讲 哪个校园是 然后呢 有一些专业 他是当然需要特别的这个申请 那特别的申请的话 你肯定也没办法 就是转到那个去人家人申请程序 都不一样 对吧 然后再下面 这就是问到 有人就问到这个 说这个major choice 会不会影响到 那他说在STEM field 他说如果你是学这种STEM专业 大家应该知道了 就是这种科学 数学 技术 这个 还有工程之类的这种专业 他就是比较强调数学 因为你数学不好 的确是这些专业 你也不可能学好 所以他会看你高中的课程的选择和成绩 那Berkeley也说了 他说 College of Engineering 就是工程学院和化学 化学这两个专业呢 他其实是 其实是这个不太好换major的 会影响到他的这个 这个专业会影响到他的录取的 然后Irman 他刚才已经提了 他是Admis-directed to major 然后LA呢 他的数学其实也很重要 实际上在整个的高中阶段 数学几乎是 STEM和非STEM的一个分水领 所以说呢 我们这个数学的安排 一定要重视起来 而且还有一些具体的规定 比如说Geometry 什么情况下 怎么说算 什么或不算 什么课程怎么算 那一些具体的规定 如果你有关于这方面的问题的话 可以直接来找我聊 然后Liverside 他也是讲到 就是说 总体来说呢 就是有一些专业 像Computer Science 还有就是说 一些比较热门的专业 他可能是会影响到的 所以这边呢 也是这个意思 Engineering 或者Selected Major 或者Major Required Supplemental Applicant 需要特别申请的 或者这个工程 或者一些特别 有选择性的专业呢 你可能在申请的时候 会影响到你的录取的 然后呢 下面就是再回答大家的一个问题了 这两个就是 不同学校 不同校园 他具体有哪些Major 那么大家可以自己截屏 那么我来给大家讲一下 就是说 不同的学校都有哪些 我们按照不同的 这几个三个梯队来说吧 第一个梯队就是 我们说的UCLA 和UC Berkeley 那UCLA今年的新专也是什么呢 它是欧洲语言和跨文化研究 它的新的辅修的专业 就是Major 包括中美中研究 社会数据科学 欧洲语言和跨文化研究 斯坎蒂娜维亚研究 这是UCLA 然后UC Berkeley 它有了一个新专业 就是航空工程 我们今天有个同学 可能很适合这个专业 然后呢 商学院可以继续 以大一申请新的项目 这些老的比较特色的项目 它的文理学院的CS专业 可能会单独录取 因为这个确实是 它的文理学院的 这个CS专业特别的hot 然后第二个题对 是包括什么呢 就是UC San Diego 其实不按UC San Diego 排名还是在往下走 但是呢 它是传统上认为 最好的学校 我们也知道 今年呢 UC San Diego UCLA和UC Berkeley 这三个学校 它一共有900个名额 是不招收国际生和外州生的 是专门给加州的居民的 这样子的话 就是我们加州本地的居民 可能就有更多的机遇来录取 为什么会产生这个差别呢 其实以往的话 确实是外州生和国际生 可能会 会占很大的优势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所付的学费 几乎是加州本地生的三倍 那加州系 如果他确钱的话 他肯定愿意录取 外州生和国际生是吧 但是呢 他们今年是由于 加州居民的抗议 那么这三个最最好的老牌学校呢 它有900个名额 必须给本州生 然后UCSD我们刚才讲到 它是包括什么新专业呢 包括黑人与非一美国人文化研究 商业经济 公共卫生 包括生物统计方向 还有公共卫生的气候 环境方向 还有公共卫生的社区健康方向 所以这是UCSD的新专业 再下面一个就是UCR1 UCR1呢 它不再提供心理学的文学学士学位 改成了就是Sanchar 一个是心理学的理科学士 心理科文学学士 然后认知科学理科学士 然后下面是UCSanta Barbara UCSanta Barbara新政家的专业 包括意大利研究 跨大陆方向 还有精算统计数据科学 注意好 UCSanta Barbara 它今年有统计与数据科学 同时另外的这个UCSD 待会我们也会讲到 UC Davis UCSD刚才已经讲过了 同时 同时UCSanta Barbara 它取消了文艺复兴研究 再下面我们就讲到UC Davis UC Davis它新增专业 也包括了数据科学 所以数据科学 Data Science很热门 我们说新专业 意味着新基于 为什么呢 因为它新成立一个专业 肯定要更多的这个学生 而且这个新成立的这个专业 通常它也是非常迎合市场 和社会的需求的 所以说呢 如果你对这个新专业正巧 也比较感兴趣的话 那你不妨去试一试 所以UC Davis 它新增的专业就是 系统与合成生物学 还有数据科学 再下面一个层次 就到最后点点的三个学校了 UC Santa Cruz UC Riverside和UC Merced UC Riverside新增的专业 它是本社联读的统计专业 像我对UC Riverside非常熟悉 因为以前曾经在那里记住过 它确实是还不错的 从生活到学校 其实感觉都不错 再加上这种本社联读的 我觉得特别适合我们中国大陆的学生 因为好像这个中国这边 你要是没有一个硕士学历 研究生学历 简直就是说本科学历都不好使了 很多从国外上了这个本科 然后回到国内的 后来又后悔 那你后悔之后 你想再读研究生的话 你也不太可能还在国内读 你肯定还要回去再读 对吧 那还不如在那一切读下来呢 那你如果是说 有这种本社联读的 你后面也不用再 在着急考试 申请啥的了 就直接这个五年就读下来了 那此外还有很多 三加二的项目 你可能还换两个不同的校园 拿出一个本科 一个硕士 或者两个就是 学校的这种 这个学识学历 都有可能 所以说呢 大家要考虑 要根据自己的情况 来设计自己的专业和选择 我觉得UCR这种本社联读的 就很不错 然后这就是UC Sinterkruz 它的专业还挺多的 新增的辅修专业 包括西班牙语和文化研究 新增加的专业方向 包括地球科学 就是地球物理方向 还有新增的本社联读项目 包括地球科学 西游种族与文化 还有教育专业 还有其他的新项目 包括微生物学 与环境 独理等等 这就是UC Sinterkruz 还有UC Merced UC Merced增加的辅修专业 包括西游种族和文化研究 材料科学与工程 定位技术 它取消了一些辅修专业 比如世界文化传承等等 这种 所以说那种 不受欢迎的专业 没人报的 它自然也会被取消掉了 知道了这些专业之后 我们再来看 这些都讲完了 我们肯定实在要申请了 我们讲一讲申请的timeline 这个timeline 好像是就是说很简单的 但实际上呢 很多人真的对timeline 就是没把握好 最后就搞得自己非常紧张 那8月1号 实际上现在已经过去了 那个UC Application已经开放了 Homap同时也开放了 然后下一个时间点 就是10月1号 10月1号是什么 就是你要File FASFA 你要申请奖助学金的话 这个10月1号 你要开始File了 而且是越早File越好 奖学金很多 我们讲过就是先到先得 去年的时候 我是做了一个就是小视频 就是10月1号讲的 眨眼就一年过去了 已经又到了要发 这个FASFA的时间了 然后它具体开放申请 是什么时候呢 是10月1号到30号 有些人 我看到有些人在申请计划中 把这个UC放到说早生的计划里了 我觉得这个就很滑稽 因为UC呢 它是不是早生 早生是很重要的一个策略 它最早的截止日期是10月15号 然后一般的早生的截止日期是10月1号 早生又分为ED和EA ED我们已经知道 它是决定性的早生 你只能申请一个 那么EA呢 很多人也存在误解 以为EA也能只能申请一个 其实EA呢 你可以申请好几个 甚至可以拉开档次 当然前提是你的ED 是一般的ED 而不是那种哈耶普 那种顶尖的 那他们叫restricted early action 那种情况下 你可能就只能申请了一个 然后你就下一个截止日期 就跳到正常RD阶段了哈 然后呢 如果你是申请一般的这种 ED的话 那你可以有机会哈 多申请几个EA 那申请早生的这个 主要意义在于什么呢 在于就是说 你可以拿到这样一个 或者两个EA的offer的话 如果你是ED 那当然一步到位 那你就早早解脱了是吧 那你如果是EA的话 那你就有了一个 比较好的保底校 那你在RD的时候 实际上你可以省掉很多 精力时间和金钱 就不用再漫天撒网了 你已经有一个 很好的保底校了是吧 那你只申请 比你EA的学校 更好的学校 所以大家一定要重视EA 重视EA意思是什么 就是你得赶快写 准备自己的材料 你不能就是说 拖到EA的截止点 才发现 哎呀你这个没准备好 那个没准备好 那你即使EA了 也是浪费时间金钱 因为你的材料没准备好 那你递交上去 也达不到自己想要的结果 对吧 那么UC的申请呢 他正好在EAED 就是早生和正常生之间 就是不早不晚的这一块时间 其实像不早晚这一块时间 他很多人就focus on UC了 然后就忽略到很多 其他的学校的这个时间点 其他学校时间是什么呢 就是有一些学校 他的时间点也很奇怪 他是没有EA没有ED 他比正常生的时间也早 有的是正常生之间的 但有些呢 他是有一些特殊的戒指期 比如说南加大 他如果你想申请 他的这个奖学金的话 那你就要放在12月1号之前 把你的材料递交上去 否则的话 你就自动放弃 就是奖学金的审核了 因为他要申请 这个给不给学生奖学金 如何分配他们学校的这些钱 他肯定希望早一点 收到这些学生的资料 所以说呢 有很多学校的就是说 你可能没有意思 就是一定要早生进去 但是呢 你想拿奖学金 那很可能你的戒指期 就跟早生的戒指期 差不了多有久了 所以呢 这样的话就是 你要对自己想生你的学校 做一个仔细的研究 也就是说 每个人的他的戒指期 是不一样的 你要针对自己想生你的学校 做一个彻底的研究 不是说观看 在哪个二手资料上看一看 这个戒指期就是这样的 你要分析清楚了 这个学校 他这个到底戒指期是什么时候 然后你要讲学金是什么时候 他有什么特别的要求没有 你的那个专业 对于你的这个戒指期 有没有什么特别的要求 要不要面试啊 要不要补充材料啊 等等 这些呢 其实都是需要一定的经验 而且要花时间 要认真去做研究的 然后才能制定出 最符合自己的这个计划 那么再回到我们UC的这个 申请递交时间 它的开放递交时间是11月1号到30号 比如说11月1号到30号之间 啊 它其实是没有什么区别的 不像有的学校 它是rolling admission rolling admission什么意思呢 就是你啊 早递交了 有的是最快两周之内就给你回复 录不录取了 它是来一个收一个 那肯定早收 早点录取呢 你可能就是 就是更更容易被 早递交更容易被录取一些 但是UC的话 它是30号之前 你一直递交就都可以 任何一个时间点都可以 我们建议大家 提前一周来来递交 那不要是你早交 你比如你11月1号递交了 跟11月30号递交 有没有区别 理论上是没区别 但是你在递交的时候 是会有区别 就像去年哈 它是最后 大家都集中到最后几天去递交 造成系统瘫痪 被迫延期 都有这种情形了哈 所以你千万 就是稍微提前一点 早点准备 有这么长的时间 让你递交的话 你没必要拖到最后一天 对吧 然后呢 递交完了之后 会有什么情形呢 12月到2月 是这个UC 他们来review你的 documents的时间 来看你的申请的时间 通常会在3月中后期 来告诉你 就是你有没有被录取 然后呢 在4月的时候 就是 就是transfer的students 有一些这个freshman 然后就是transfer students transfer students 我们知道 每年UC对 就从加州社区大学 转到UC的 也占很大一部分比例 他们是4月份 发放录取通知的 然后就到了5月1号了 5月1号是个很重要的日子 他们叫做CIR CIR是什么 Statement of Intent to Register 就是你 打算就是 接受UC的录取 那你在5月1号 之前 就要把这个费用交了 然后表示说 接受他们的offer了 然后呢 再就是 就是6月1号是这个 就到这儿 我们再说后面这个日期 后面日期就很好玩了 因为它实际上 7月1号 它有一个时间 是7月1号的时候 是我们counselor 帮着你递交你的所有的成绩单的时候 这个要大家引起一个重视 真的是 如果你最后一年的话 我们看下面这个就可以 下面这一个slide就讲了这个 我是特别做了一个slide 给大家做一个特别提醒 是为什么呢 就是你前面 三月份收到那个录取 那是有条件的录取 你要hold on hold up 就等着点 就是说 你这个有条件的录取 它最终的录取是在 就是7月1号以后 才确定的 那如果你在7月1号之前 你的成绩单发上去 发现你发生什么情形呢 比如说 你的GPA是低于3.0了 或者你最后一年 是低于3.0了 然后呢 你这个 觉得某些课 挺难的 你最终决定换课了 那你也要通知 counselor counselor 要通知UC 那到底是你的换课 会不会影响到录取呢 那是case by case 然后就是说 还要看 你因为UC 他在填申请的时候 是self report 是你自己填上去 你的成绩和课程的 那最后呢 counselor给你发的那个 要跟你的这个成绩 要一样 所以你申请 你在填的时候 不是说你凭空填 想象自己得多少得多少 你一定要根据你 counselor给你的那个成绩 但一点一点对照 准确的填上去 别最后两个都不一样 人以为你弄虚作假呢 再一个 如果你有了一个 D和F 原则上 它主要C以上的成绩 所以你有了D和F 真的会导致你 被人家re-send offer 这种悲剧 我们这个去年就发生过了 当然是因为访课的原因 很冤枉 但是呢 这个没有办法 也很惨 所以在此提醒大家 这个senior year 你一定不能把成绩给调下来 在下面就是讲 所以说讲完了这些呢 我们就来看 你把申请递交上去了 那么它是怎么审核的呢 审核的第一部分 肯定是学术审核 那么就是来看 这个你的成绩了 那成绩它是怎么计算出来的 一个是成绩 一个是标划 标划的政策 我们已经知道了 ACT和ACT 一直到2024年都是不看的 2025年要不要看呢 那时候到时候再说 是吧 但是对国际生来说 这个English proficiency 你的英文程度 你要不要教一个 托福或者多灵国成绩 那很多同学呢 是在我们这上了 在加州上了美高 上了三年四年 对UC来说 是不需要递交语言成绩的 但是有一些其他的大学 比如说 Boston Boston University Boston University呢 它肯定就是要你的 这个英文成绩的 不管你在这上了几年学 所以说呢 大家能考的话 还是去考一下吧 因为如果你在美高 纯英文的环境下 上了三年四年学 那你其实考起托福 或者多灵国来说 你应该比别人要好 所以你不去考这个成绩 等于你放弃了 自己的一个优势 所以说呢 大家还是要去考一考 争取能够有一个好的这个成绩 然后再就是你的 虽然 ACT和SC没有 但是APIB 或者有一同学 还是很早很早 就考了 还有SAT2的成绩呢 这些呢 其实是 可以递交上去的 就是尤其是对 比较selective的 AP 就是UCLA和UCBerkeley 因为就是UC成绩的计算 它又有叫CAP的 和Non-CAP的这种说法 对UCLA和UCBerkeley来说 你是选的这个AP课 HONOR课越多越好 但是其他的学校 它是有一个CAP的 就是UP2 你可以加一分 不是选这种HONOR课 AP课 它可以有五分 它比一般的四分多一分 那它就UP28 semesters 就是A semester 一个 semester是 一个学一个课 两个 semester 所以这样的一四门AP课 是吧 这样子的话 大家的分数差距 就不会特别大 然后它是 什么时候的成绩呢 它是 九年级之后的那个暑假 跟十一年级之后的 那个暑假连起来 它说是十至十一年成绩 但它包括了 十一年级之前的那个暑假 十年级之前的那个暑假 和十一年级之后的这个暑假 所以这些阶段里 你所选的所有的课的成绩 它是会看的 这样子的话 有很多同学 特别是刚到美国读 美高九年级的时候 很多同学不适应这个听力 不适应生活 所以九年级刚来的那学期 成绩都不太好 但UC的话 这样等于九年级刚来 那个学期 它是不看的 它是从九年级之后的 那个暑假开始看的 所以有时候 你们来找陈老师 哪怕你十一年级再来 那十一年级之后的那个暑假 我们可能还有些文章可以做 怎么样让你提高成绩 但是你十一年级再往后 就现在十二年级开学了 你再想提高成绩 那已经不行了 那已经晚了 就等于它 这个 它主要看的时候 是这个时候的成绩单 然后它是A to G course 还有些家长不知道 什么叫A to G course 这个我们在底下 是有一个link给你看 A to G course是什么 Basically它就是 四三二二二一 就是四年的英文 三年的数学 两年的科学 两年的社会科学等等 就是UC的 对于各种学科的要求 它其实不是说 特别的selective 下面叫selective的学校 他们会要求 就是说连续三年的某语言 或者是说 要求连续 就是说三年的数学 那有四三二二一 就是不同的 不同的学校 它的就连续三年的 连续三年四年的科学 就不同的学校 它的这个 对于学科的要求 是不一样的 UC算是比较selective 但是呢 你想它一共15门课 15门课 我们一般的人 一年学期门课 实际上你两年多一点点 或者你在国内 很多课可以抵 实际上两年足够完成 这个UC的这种 A to G课程的要求的 所以说呢 它这个不是特别的严苛 但是对A to G课程的认证 它是有很多的讲究的 而且那个converge grade 它又包括 就是A加A减 它就当A 我这个最惨的是 你得89分的 比如学校里 90分以上是A 那你得了89分 那你就是B 不管你是B加还是B减 它都是按B来算的 所以说呢 这样子你最终算出来的GPA 可能就差一点 所以给我们的教训就是说 你一定不要满足于差不多 一定要精益求精 能往上多提点分 就多提点分 因为你可能B减和这个 B加和A减 可能就造成一个很大的这个差别 所以下面就是很多同学 有这个GPA的计算 特别想知道自己怎么计算 它这个Roger Hub 它其实很简单 你点击一下进去之后 把你的课程相应的填进去 它会帮你算出来 你的UC的这个成绩的 实际上你算成绩有意义吗 哈哈没有意义的 因为现在来说 你的成绩已经定型了 那对什么人有意义呢 他对于那些 现在还在九年级 十年级或十年级 还有机会改变GPA 或者补足GPA 或者做一些补救的同学 是有意义的 那具体的怎么样 根据个人的情况 包括就是说 结合一些UC认可的网课 或者是夏季的课程等等 来把你的GPA网上提一结 还有根据每个小不同的情况 你可以来跟陈老师具体商量 这个其实是最基础的一部分 尤其是标划不看的话 当然你的GPA就相当重要了 所以怎么样让你的GPA 真正体现出你的个人的智慧和成就 而且让你充分发挥自己的潜力 这个是很有讲究的 这也是我们学术安排的一部分 然后再来看 除了学术部分 那其他的还看什么呢 就看文书了 那这个加州的文书 我们这里 我们知道是八选四 他给你八个题目 然后让你从里面选出来四个 那首先呢 就是说你要bringstorm一下 这个我们也会 包括我们也欢迎家长参与 大家一起帮你bringstorm 其实我们在写文书的训练 是从加州文书开始写 因为加州文书呢 他考虑的各个方面 他每就是问到你生活的各个方面 经过这种bringstorm和不断选择的过程呢 你可以对自己的十八岁 十七八岁的这个生命 做一个深刻的反思和总结 然后挑出里面最精彩的方面和时刻 然后这个在文书里能够提现出来 你一定不要写同一个故事 同一个方面 实际上呢 你其实可能也不要被这个题目所束缚起来 为什么 因为你可能一个事情哈 恨不得把所有的都都概括了 比如举个例子来说 有一个小朋友 他是用 这个多种语言 比如说英文法文多种语言 来帮助他的 妈妈的诊所 来服务和这个 做广告 给招揽更多的病人 那么这个故事的话 就这样一个例子 他可以体现出什么 如果他不是一个人做的 那可能就是 还有帮助他整个team来来做广告的话 体现了他的领导力 而且呢 也体现他的creativity 他能够用自己的语言能力 来帮他妈妈诊所做广告了 他体现了talent 不是每个人都会好几种语言的是吧 还有opportunity to bury 还有challenge 就是说诊所面临问题的时候 他怎么样利用这个机会 画被动 画不利为有利 是吧 然后他的economic subject 他的语言的这个economic subject 那肯定也算的 然后他还是making a better place 那他通过提供多语言的服务 肯定对社区 对方便大家就业有所帮助 那他是不是证明 他是个standing out的人呢 当然他这个是非常有益的一件事情 也很特别 对吧 所以这么一个事 他可能各个方面都概括到了 对吧 所以说呢 你可能生命中有很多的故事 你不用被这个 就是这个 这个prompt 被他的这个题目所拘束 关键就是挖解出你生活中的不同方面 你可能有很多不同的小故事来讲 所以说呢 这个选材是很重要的 那除了选定了你写什么之后呢 下面就是怎么写了 那么 UC文书的注意事项 他这里也举了两个例子 观念他就是不希望你像写 commap 主文书一样 你不需要hook 你也不需要转折 你也不需要就是说娱乐 你也不需要那个surprise这样子的 最好就是直接回答问题 然后呢 但是要回答出 像说六个w 就是when what why how等等 多问几个问题 然后把这个问题答清楚 你这个350个字也就到头了 是吧 然后他说 你要explain the significance and relevance of information share 你要去看 就是这个 你share的这些情况 它有什么相关性 然后它有什么特殊性 而且你要把这些点结合起来 然后呢 就是为什么这些信息 它是很重要的 怎么体现了你什么样的这个方面 是吧 你学到了什么 你不要就是有过多的描述 也不要用什么coach 有很多人就是描述 描述引用什么歌曲啊 或者是名人名言啊 这个都是大可不必的 而且没有必要娱乐你的观众等等 其实再就是说 除了这个PIQ 八选四之外 它还有两个地方 它是有补充材料的 一个部分是在你的就是 学业academic部分 它有一个additional information 那你那项要不要填写啥 还有一部分就是在文书部分 它说有什么东西是这个 你的文书中所没有概括到的 而你还想写的吗 它说这项应该写啥呢 它说 more students opting to use additional information session of the applicant 到补充部分写啥呢 to provide information about academic plans 你的这个学术计划 比如说像我们前面提到的 你们需要一共就两门一批课 是吧 那你可以解释出来 你要不讲的话 别人也不知道 人家还以为你比较懒 只选了两门一批课呢 是吧 然后你还有就是 expand on their academic preparation 然后还可以discuss individual impacts of COVID 就是疫情对整个整个的 你的这个申请的这个影响 总之这一段呢 你确实有特殊的情况 比如说转学 比如说忽然有一个学 这个课成绩特别低 但千万比如说你得了一个B 你也解释半天 那那就有点矫情了 是吧 但是呢 那个你可以在这里 对一些这个学术上面的 巨大的变化 做一下解释 或者原因就要解释 比如说有段时间 你这个成绩忽然下降很多 因为有时照顾家庭 或者父母生病等等 所以这个部分 文书 其实我们UC的文书 我们都讲过了 但是这个其实 又再讲一讲 但是文书的确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他会从文书里 甚至有一些讲学基因的评定 也是通过文书里 反映出来的你的这个内容 来决定给你 或者不给你的 是吧 所以呢 大家这个 一定要做好这个规划 把自己最好的一面 同时也是 最能够体现自己特色 或者最希望他们 引起他们重视的这个部分 融入到文书里去 然后再加上 就是UC的申请中的 课外活动部分 这个UC的课外活动 其实是从去年改革之后 就非常的多了 应该说是非常多了 为什么 你最高可以写20项活动 而且分过不同的种类 最重要的是 它里面问的还特别细 所以说呢 这个UC的课外活动部分 它是非常有意思 那么我们写起来看什么样子 这里我是给大家列出来 一个别人写出来的样子 大概是什么样 那你有一个概念 你写出来大概什么 比如说相当于就是 无数的小作文 有很多同学光去写文书去了 他还没有意识到 这个活动的重要性 实际上这个活动 从规划到选择到写作 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规划是什么意思 就是我们为什么 申请大学要很早开始规划 最重要的一部分的规划 就是活动部分的规划 因为它的活动 不是一天能够做完的 而且最有分量的活动 就是一个是你坚持的时间长 做了很久的活动 大一个就是你做出了 很显著的成绩的活动 所以说呢 他不是说马上就能够出座的 那你这个到身体的时候 你发现你还没啥活动的 那你就是很多时间 你就浪费过去了 或者你没有引起重视的是吧 所以呢 这是活动的规划 然后活动的选择 有很多人哈 他都忘记自己做过什么活动了 他没有一个很好的记录 而且他也不知道该怎么选择 或者怎么排序 哪个放到哪个先哪个后 Oh my God So sorry 我还在中国隔离 人家暗示肯定是有急事 好 我们接着 Hello OK 那刚才讲到活动部分 活动部分的话 他从选择到写作 其实都是很重要的 大家一定要赶紧开始写 而且呢 最重要的是 如果你只是请人 把你的文书部分改了 然后活动部分没改 那你的用词 或者什么这样 都能显示出来 你不匹配是不行的 你的风格一定要一以贯之 不能说这个 很容易让人家看出来 这个两部分的巨大差异 所以说呢 这部分你还是要早点开始做 然后呢 也是早点开始写 最后还要经过我们的editor 来帮你review一下 来看一看 而且这种次序排序什么的 也是非常有讲究的 所以其实还有就是说 UC因为它有20项活动 而comap它就10项活动 所以说呢 我们还可以通过 就是写UC的过程呢 最终选出来10项 那可以放到你的 这个comap里去 这样子的话 就等于是说 不是一学二鸟吧 就写一遍 但是呢 你可以起到 很多这个 其他的这个作用 然后我们接下去再看 这是陈老师的心得了 我的心得是 这里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你要知道 不管是UC 还什么其他selective的大学 他是想找什么样的学生 他是在找successful students吗 如果你成绩很好 什么之类的 他只是表示说 你是一个successful student 他不表示你是一个 你这个人会有一个successful career 他们肯定会想找那种successful career 将来会特别成功的学生 尽管他没有明确说 因为大学说 即使他说 他是non-profit organization 但他实际上呢 他也是要生存的 他没有钱 没有学费 没有donation 没有这种经费来源的话 他也办不下去 那他就是希望招到那些 将来真正肯定会成功的学生 为什么呢 成功的学生 他才会捐款 因为他要满足了 自己生活需求之外 他有很多余钱 他才会想到就是母校啊 想到慈善等等 但是如果这个学生 他什么情况下 他能够有这个余钱 那他肯定是事业非常的成功 那什么样的人 他的事业非常成功呢 所以他在选择学生的时候 他就是要仔细的看 就是这个学生 他有没有将来 可能将来会成为 就是潜力股 他是不是将来 能够成为一个非常成功的人 那么这种成功的人 他有什么样的策制呢 很重要的一点 他就是有passion 有passion的话 他的passion怎么体现出来了 实际上他也是从你 身体材料 这十来月值里体现出来了吧 实际上活动部分 他体现出来的passion 可能比你的文书 体现出来的passion 可能更多 你的文书就是说 你说你有什么样的passion 像你写文书就写个什么 写一个充满passion的paper 然后without passion这个词 你要写出你的热情 但是呢不是说 你说你的热情是吧 然后再就是说 你的活动部分 其实就是看你是怎么做的 你说你有passion 那你通过什么活动 你做什么活动 你到底这个 做了啥事 你显示你的热情 你做了多久啊 你取了多少的成就啊 这些是什么 这些就是你的活动部分 所以说呢 你的活动部分 某种程度上来说 可能比你的文书 还要重要 然后还有一部分是什么 就是recommendation letter 那是什么 那是别人的肯定 也就是说你取得一定的成就 得到这个第三方 对你的肯定 特别是第三方 如果是比较有成就的人 或者特别了解你的人的话 这样子的话 他就是通过这些号来判定 你是不是真正有passion的人 这个有passion的人 他做什么事 他not for money 他不是为了钱 他是 他是想就是说 就是让这个事情 真正解决问题 或者为了一个伟大的目标 而那个钱 他是随之而来的 所以说呢 你就要看 你到底是做什么 做了什么 然后这个事情 你坚持了多久 取得什么样的拯救 而且获得多少的人认可 这个其实是这个 他们招生官不会告诉你的 但他们是选择学生的一个 很重要的标准 所以我们在写我们的活动 或者写我们的文书 或者是邀请我们推荐人 或者给推荐人写black sheet的时候 一定要keep that in mind 就是说怎么样体现出你的什么 怎么样的人影响这些training career readiness and competencies 就是说你如果具备这些能力的话 那意味着你将来会有一个successful career 那他UC主要培养的 也就是这些能力 但如果你在进入UC之前 你实际上就已经有个很好的底子 他们是不是很愿意接受你 是吧 肯定就是这个理 所以呢 你可能就是说 很好的communication skill 你critical thinking 而且呢 你有leadership 而且你还会有teamwork 而且你有一定的这个tech基础等等 所以说呢 我觉得这一页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希望家长同学也都进行一下深入的思考 然后我还其实讲到一个这个 是因为昨天有个家长问 他问就是什么什么背景提升 要不要赶快去报名 很多背景提升其实都挺贵的 我的想法是 我是在UC这个会议上才知道 原来UC就提供这么多 research opportunity for high school students 高中生UC已经给你提供这么多机会 让你去做了 你其实不用在外面乱找了 然后呢 其实你所在的城市 可能也有很多 比如说San Francisco 他就有专门给高中生提供 而且是给钱的机会哦 让你去做research 包括怎么改善城市建设等等 实际上有很多很多的机会 高中生是可以做research的 而且呢 我们也打通了各种道路 包括找导师 怎么跟导师套词 怎么落实项目 然后最终怎么写好文章 怎么发表等等 这个我们都已经就是说 做了深入的探讨 有感兴趣的家长 可以找我细聊 然后在下面就到了资源大放送了 资源大放送 这边一些呢 其实都是一些写作的资源 反正就是在这儿 大家可以截屏一下 自己去查一查能查到 哪个东西查不到呢 哈哈这个东西 UC out of state counselor took it 我觉得这简直就是一本在手 万事无忧 你有了这个tooket的话 关于UC的很多问题都解答了 实际上我在参加这个UC大会中 我最看重的是什么 其实不是他们讲的这个内容 我看着最好玩的是 底下的那个chat 因为都是顾问嘛 顾问们这个参加会 他问各种问题 那些问题啊 问的特别特别的实际 而且特别有针对性 他们在有个人在台上讲 但下面有人就是说 在chat里回答问题 我把那些chat 我都把它就是全选 然后这个再张贴 再把它存起来了 然后觉得那个特别的有启示 就是比他们这些人讲的还有用 因为他是这些实际工作在第一线的顾问 所在整个工作中遇到的各种各样 最实际的问题 所以说呢 我觉得那些也是非常有意思的 他就可以装备了我 就是你们大家有什么问题 我估计我都能回答 如果不能回答 那我也会记下来 我会帮你问到最权威的答案 所以呢 不要怕问问题 问题会使我们共同成长 那么最后一个就是action plan action plan怎么办呢 就是start filling application now 就现在呢 已经到了就是要开始填表的时候了 你不要再这个bush round 不要再四处绕圈子了 你就直接去到UC里面打开填表 把call map打开开始填表 因为你不填这表 有很多具体的问题 你就不知道 那陈老师反正在这 你不管什么样的具体问题 对你来说是新的 但对我来说 可能是以前的学生都问过的 然后呢 你要开始就是 draft the UC的文书 然后如果你需要 跟你一起做brainstorm 我们可以一起 叫上家长或者叫上我 我们一起来讨论 争取帮你找到最合适的题目 然后再就是 你要drop the activity list separate 你不要从那里面直接填 尽管好像那很诱惑 好像你直接在那填很方便 你还是要在边上写好 因为它 它会有一个时间限制 或者你在里面这个填好了 那个词句不好修改等等 你要把它 拉出来 在别处把它填好了 最后的话再copy paste到你的申请里去 然后呢 这个其实UC的申请 UC这个四个小文书的申请 我们在里面也许可以找到 或者说综合几个 这个不同的题目 那也许就对你的 comap主essay 有所启发 那comap主essay 也该申请了 因为早晨的话 10月15号 递交如果是最早的申请的话 马上就到了 所以呢 主essay也应该是 就是说差不多了 然后呢 你再从UC的activities中选出10个activities 然后呢 把它用正确的这个次序弄好 然后如果你对次序怎么排不太清楚的话 我们也会一起来讨论一下 然后你就是recheck your application plan 我们在我们整个的规划的最初期 我们有一个application planning sheet 那个planning sheet呢 你要经常的去看一看 看我们现在是在 你是在绿色阶段 是红色阶段 黄色阶段还是说蓝色阶段 是吧 你现在到什么阶段了 我们第一阶段准备阶段 其实已经都做完了 现在是黄色 是我们这个申请阶段 所以说呢 申请阶段要做的事情 还是有很多的 其中包括了 就是request recommendation letter 还要看你的学校 就是要不要递交 就是你的这个 如果你有standard test 那个要不要教啊 怎么教啊 可能是每个学校的 它的规定可能是不一样的 有的学校 为了帮你省钱说 我录取你之后 你再从culture board 或者ACT 那地方递交官方的成绩 那有的学校 可能在申请阶段 就会要求你递交了 所以说呢 这些action plan呢 希望大家能够具体执行下去 那么今天的讲座呢 我们就讲到这里 现在我来把它 开玩笑 哎呦 什么都没有 嗨